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指 上指的意思是八乡少年警信中心 兼任兼职 做这个力旗教练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力旗教练 那搞什么 搞射箭 射箭 事发当日 他搭着一名女合约员工的肩膊 事后这个女员工向另外一个合约员工提及事件 两人都谈了 你又有 我又有 那不是什么 有机会非禮 我就报警 我一听起来的时候 射箭活动 搭着个女孩教他射箭 很正常啊 但是现在不是啊 是员工啊 真的必须教他射箭的啊 好了 警方回复查询就说 29号接获两名女子报案 说他们在28号在粉感公路 一个活动中心 懷疑给一个南外判员工非禮 这个就是52岁的消防员 我真是不明白 都几十欧了 老实说 好像我昨天在报院的时候 那条妹妹就蹲在那儿 她蹲错在那儿 背着我 蹲错在那儿 搞什么呢 拿着个电话呢 她刚刚上了 她在弄一些APP 你自己的人 搞什么呢 她在受弱的身体 这样子 那球在这边就这样 这样子出来了 是 出来了 出来了 在这里就出来了 我站在后面而已 我站在后面而已 我站在保院而已 我站在那儿 阴影会刚在那儿 他在我这里这样子 我真的想 搞什么呀 搞什么呀 但是你不会动手的 动手就出来了 好了 第二单 这个我试过的 有一个16岁的男生 站起身答问题 答完问题她坐下 谁知道后面的同学 15岁的同学 就放一支原子笔在那儿 垂直放在那儿 她一时不拆坐下 原子笔插中她的大人鹿 春代 当场痛极大叫 立刻送去医务室治疗 其后就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 而警方也接报案 可能会很严重 15岁的男童也承认是因为一时贪玩 笑我 说真的 我不知道什么情形 我当然也玩过 你试过你会被人插的吗 不是我当然插人 这么扑街 有几个扑街 这都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呢 多少岁 都十几岁的了 还玩这些 十一二岁 十一二岁 小学比小学美 我试过吵一个 有个朋友 小学美 中四 我吵了中四五大群还找烟 我吵你老母 小学美 小学美 我放一支笔在那裏 有时的东西 你不拿着它 握着这支笔 他不会硬直插的 可能你一坐下去的时候 知不知 有些人又坐得快 可能真的会拆船 但今次就合得这么巧 但如果你插船就难说 插船就很厉害了 是春代 这裏没有写 我想后面的学生 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罪 但真的要执生 通常我们小时候放这些笔 就不拆船 因为拆船就危险 就算是小学都 但是有点刺到飽缸 拆船得好些 你会很快开心 这一宗还好笑 这一宗很快 我们讲新闻 博爱医院一个眼科医生 下午前日在专科门诊期间被人打 门诊部的职员 和保安人员到场支援 和保安求助 他说医生的眼 以头颈部受伤 治疗后已经出院 警方在医院拘捕一名男子 据说那些废话 有什么非常关注 有什么反暴力 那些是废话来的 为什么会被人打 OK 警察说 在9月30日下午 市里面致获报案 说博爱医院一名45岁的男医生被人打 警员当场拘捕一个61岁的男子 涉嫌普通襲击 他亦都获总保释 据说 这个疑犯是陪陪我老婆去求诊 期间因为不满等候时间过场 和医生态度问题 就继而动粗 其实现在呢 这些所有事情呢 包括我今天没有播 天水为父 每天都会去哭 在酒楼 就是吵架 那些人会怒 嗯 对吧 好了 你说 这个动手当然是虚子啦 但隐身我也会想 其实医生可能 可能都是抵打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等得很久呢 但是因為醫生態度差 是不是醫生有時候很招職呢 我真的懷疑 我不知道 當然你一動手你就會虧 尤其是你想想法官 或者警方 或者普通人一定站在醫生旁邊 好嗎不要聽 你到現在還看到有很多人 在網上 即是一人人打架 你不用理會什麼的 一動手 打人那個 你怎麼說打人都不對 醫生控制不了 其實有時候是怎麼說打人都不對 但是有些人在世界上真的是抵打的 我們不在現場是難說的 你沒事的 譬如有一條男的 譬如我這樣說 牽著一隻大狗 不想綁 譬如有一隻狗 沒有咬人 說他沒有咬人 有人走過很害怕 不是說屌他的狗 牽著馬上把一個小女孩 放在那裡的小女孩害怕狗 當然我不明白為何害怕狗 接著他媽媽說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這麼大隻狗 不綁著又不咬 其實這些作為我養狗的人 我不怕狗的人 我都會覺得這些又不是當場鬧 是很限爭的 就是這樣 但是一想 這個男人拖著這麼大的狗 是應該要拖狗鏈的 還有真的要咬嘴的 他真的沒有做 那別人說兩句 或者串你兩句 都沒有辦法的 鬼鬼鬼叫你真的沒有拖的狗 什麼 太太那個狗很乖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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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兒又不吵大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的 是有的 真的很吵 他覺得怎麼都要搞的 你串我 你一人跟我說 喂 然後那個老公 老友 什麼事 說兩句不行 可以嗎 你是沒有拖著那隻狗 你先拖著那隻狗 你先拖著那隻狗 你現在叫嚇女人 我都不出聲了 什麼狠狠 現在 吵你老母 我十四毫 你怎麼想 這個世界是有這樣的人 是吧 那該不該打呢 如果你說這樣 無端端 又拖狗 人家說兩句 你就上頭 然後又響打 喂 那你 好了 你的先生 一不覺意一打 你就 是你拖著 但是 該不該打 這些人就該打 好了 第四單新聞 就等於這樣說 有些人 你不能用這樣 你問我 阿可伯也很該打 不是阿可伯也很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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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難道真的要打他嗎 好了 這件事 其實他真的可能 是一個好阿sir來的 就是 性變態 抑壓各樣東西 好了 好了 深水浦一間中學的籃球 籃教練 被指 以觀察肌肉發展為由 要求多名未成年的男學生 發一些拿照和打飛機的照片 給他看 OK 他又邀請這些學生 去到他的家 然後摸一下下體 和和他們的學生打飛機 受害男生 達到十一天 老老實實說 這些男生當然是受害 有時候阿sir 你會怕阿sir這樣做 不知道怎樣 你給我 我屌你老母 你不要說什麼 我發照給你 我已經是不可能的事 是啊 你試一下你碰一下我 我打到你 屌你女兒 我十幾歲的時候 是他幫那些學生 是他幫那些學生打飛機 不是他學生幫他 很多時候都是這麼變態的 你不發覺 是呀 你說 你幫我打飛機 這樣 你明白 是你幫那些學生打飛機 這些沒有 屌你女兒 不過他會選人的 判斷多十年 好了 案件揭發之後 教練再被指 他要求學生刪除對話 刪除拿照同一片段 噢 老房 OK 這一個呢 男教練但是呢 昨天上法庭呢 承認了非禮呀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等等 二十條罪 今天被高院判入獄四年九個月 四年九個月算你執贏了 其實真的 應該可以做多些 不過男生就吃些 在這些案裏 因為你試一下非禮女生 好了 案發的時候 這個何俊榮被告 二十六歲 他承認七項線 說十六歲以下兒童 作出嚴重猥蝕作為罪 那些我不說的 那些案情 大家最喜歡聽 案情說 本案涉及十一名男童 案發的時候 他們十四至十六歲而已 在深水浦一間中學就動 這麼大過來已經 是啊 其實我十六七歲 我十四五歲打架 我寫一些東西給他 CAPTO和對話 他說 你知不知你現在是瘋了 你這樣你死 我報算你 他二十幾歲 你不要誤得他太盡 否則他真的和你同鬼於盡 你想我不報算 你會給我一百元 知而此類 我會給我二百元 因為他會給我一筆東西 如果不是 就抱著他 齊齊 你怕我誤你嗎 撐不信嗎 我就不誤了 你看看誰 你看看誰死 你看看誰死 有陣子去玩 這些 下個月我和朋友一起去 我沒有錢 我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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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他一輩子 好了 在深水埗這間中學就讀的 被告就在上述的中學打籃球的 案情說 在新冠疫情期間 即是幾年前 被告要求男學生在家裡練習 2022年的2月 被告就跟他們說 因為你們現在發育時期 我要看看你的肌肉發展 提升運動表現 你們拍些裸照 這樣都明白 看肌肉 你要拍一條特寫的陰莖 真的要拍一條大賓州 還有 你打飛機射星的片段 要拍給我看 有人不聽他說 那些學生的記者 另外 被告不時在完成籃球訓練之後 他就叫那些學生去家打機 打機 還有按摩 期間 被告又會趁機觸摸籃球的陰莖 甚至乎 跟男童打飛機打到他們出野 老實說 你如果正常來說 你碰一碰我都走都走不前 打你了 他說你打到出野 那很多男朋友享受 那分鐘 我真的不知道 是 是 是 為什麼這樣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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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打飛機 還跟我吵架 你這樣說 喂 難道出野 是不是 你老母 老母一聽見 但是在一經 老實說 我兒子跟我這樣說 他是不是會報警 我真的很懷疑 我實在說 那你就被他打 他很害怕 我真的打我兒子 真的打我兒子 然後去吵架 當然 叫阿sir出來聊天 有錢 又是屈錢的 又要去吵架 你老母 還要去他打飛機 給我拍照 然後我鋪上網 好 那當然 那去老母 之後呢 他就報警 誰知道被告 他一報警之後 被告就要求另外兩位 男學生 還有其他男學生 喂 刪除這些東西 咦 可能有部分男學生 跟他真的OK 似乎 你明白嗎 他叫他刪除這些東西 那些未必是要脅的 可能是已經有個 喂 吵架了東西 刪除了 那些是跟他相關的 那些是跟他相關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我不知道 他這裡沒有說是男校 女校經常有 性別模糊 於是乎有些同性戀的東西 在中學上出現 男校是否也會有呢 我想有的 但就少一些 比例很高 很高 我也是不明白 說我要讀男校 說我要讀男女校 但如果你問我 我讀男校 我都會去男女校 問他怎麼會喜歡男人呢 好了 警戒下 被告說 他26歲 他因為好奇 和性衝動 所以想幫學生打飛機 他也都 承認為了搏取學生的重任 先方稱打飛機 可以反映他們的運動表現 你現在死都說 堅決了 你去釋交給法官 你了嗎 你法官大人 一碗飯 一滴精三滴血 一碗飯 三滴精 你吵 你吵 你說我從他們打飛機 就知道他們吃得 死亡 好了 趕快說到這裏 這一宗是我們之前的盜使 涉嫌殺事將女的案 今天看上去 其實很古怪的 這個被告張子才 真是師傅 說 當日 他說死者 平時9點起床 但當日鬧鐘響完之後 他再去睡 於是他就進去 叫死者起床 關於冷時 並要求他坐圓燈 然後死者不聽 於是他將他推向牆 三至四次 死者的頭有適量的血出現 適量的血 我不知道什麼 你正常的人 你推另外一個人 到牆裡面 多少頭有血 怎會是適量的血 你應該就立刻背 然後他就打死者的肚 和刮他的後腦 前額撞了兩三次 被襲之後 他說死者身體捲曲 用憤怒的眼神看著他 被告還說 和死者說 不要瞇我 他又發現 他在武當山買的 胡蘆壯的白酒被打開 死者承認曾經有偷飲 你胡蘆 武當山的胡蘆瓶白酒很厲害 好了 於是他就跟死者說 你是要喝酒 我現在給你喝 於是他就灌到死者 他說我灌酒的時候 他老爸在那裡 他老爸在那裡 就不代表你沒有做到 或者這件事不傷害 對不對 好了 道士說他離開房間的時候 見到死者坐完燈 在桌子上睡覺 他跟那個契女兒 就是另外第五個人 在我那裡 張希倩偶然去房間看 見到他沒有反應 到同晚十點多 再到他房間看 見到他又是沒有反應 到凌晨三四點 再到他房間看 都見到他仍然沒有反應 於是他們就把他 他和那個契女徒弟 就把死者搬回上床 老實說 你那天早上拍打他 然後挖住你 我當你可能是十點三點 然後你 去到晚上十點多 下午說偶爾 有去到房間看見他 見到他不動 晚上十點多 你都見到他不動 你都還沒起營 然後再凌晨三四點 你才說 這樣 他說 他之後問祖師爺 如果先由左請你給我聖杯 然後就扔牙子 即是扔聖杯 我真的扔了聖杯 於是他就和死者老爸 進房間檢查死者的身體 發覺確認他沒有呼吸 就叫他老爸報警 好了 他亦都說透露 假陽具插暗死者下體的時候 他的契女和女被告 即是死者老母 都可以在場 至於死者爸爸就在房間裡 他永遠做這些事情 就是有些人在場 那在場不代表你沒有做到 OK 即是他的意思是說 我不是非禮的 我怎麼說 我都不知道有種道循 找假陽具要插別人的下音 好了 你發覺他沒有反應的時候 於是乎 你便將他搬回房間裡 然後之後你再去問祖師爺 先由阻礙一個聖杯給我 OK 你老爸 一個人是不是死了 不用問祖師爺 當然就是 你已經發覺他沒有反應 還沒有報警 即是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老母 OK 好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我會報